近日全統香豬油事件引起各地恐慌 今日上午與衛生局門口辦理監督回收銷毀動作 將該批不合格食品運送至台中烏日焚化廠銷毀 衛生局也將全程監督銷毀作業 以確保違規產品不再流通於市面 縣政府在這一陣子也蠻不停蹄的在做一個抽驗 也將這些食用油集中以後 我們將要運到我們的烏日來做一個銷毀 我想從地溝油的問題引發很多的食安問題 尤其是我們食品安全的一個管理 包括我們食安地溝油的一個回收油 是不是要嚴格的來立法把關 讓我們的國人能夠健康能夠受到保障 我想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所以燕學長期在關注我們衛教這個區塊 我們發現說有很多的盲點 地方政府都是除了疲漏以後才亡羊補牢 我想顯然是不足的 希望中央能夠把我們的地溝回收油 能夠嚴格立法把關 地溝油就是我們劣質豬油 有問題的這些地溝 我們管來讓我們全國 現在北京做到非常大的傷害 因為我們的食品安全 就要來由我們衛生單位來加強茶漆 我們今天的南投線 茶漆到的我們的劣質豬油廠商 所以做出來的我們的食品 將對到這個部分 我們都來把它清澈 來把它錄收 來做到這個消費的動作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 對 宏達在這裡也要求我們衛生局 我們管副來加強茶漆 將不罰的不孝商人都來一網打盡 為確保憲民食品衛生安全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動員全局人力 清查本縣黑心油廠商所提供的下油商店 總計全縣已完成機查2367家 我們的食安的品管制度也要建立好 尤其是地方政府遇到這樣子的問題 更要建立一個橫向的一個聯繫管道 讓我們的國人能夠用有能夠安全 那麼最近看到小池部有做一個機查 還有我們的大型飯店 宴學最擔心的還是我們兒童的一個營養午餐的健康問題 所以也期盼我們的衛生局地方政府 也能夠加強的來督導我們學校的營養午餐 因為食品的安全食安的問題 嚴重影響我們的專官官民鄉親的身體健康 所以說這種不孝商人這麼黑心的相信 我們就要來把全面茶漆加強來處罰 這不可以說來放縱 但是我們衛生局單位 雖然這次來主動處理之後 但是未來我們也是要來繼續持續 來針對這個部分 要來把我們的食安問題把關好 讓我們的縣民、我們的鄉親 可以說來無後負之憂 多億人都相當關心此事件 呼籲縣府必須盡最大心力 繼續嚴格積查以守護民眾的健康 明新聞簡易分 南投採訪報導